Murder 刺客 这是一款有些年头的Flash游戏 堪称是童年经典系列 在国内的网站上 这款游戏被翻译成我要当国王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玩过 游戏是在2014年发布的 作为一款经典怀旧游戏 谁能想到在2022年 它不光登上了手机端 而且居然还更新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同回味一下 这部经典游戏 在放松的同时看一看新的结局 首先是游戏机制 刚上来我们就化身成为刺客 只需要长按空格 就能把老国王给干掉 然后窜夺他的网位 非常的简单 而在成为国王之后 又会有形形色色的刺客出现 想要把我给干掉 取而代之 总之就是杀与被杀 王权更迭 在游戏的过程中 国王可以通过回头 来阻止刺客们的偷袭 并且实际拿捏到位的话 可以把他们送入监狱 跑开我自己不谈 回来袭杀我的刺客 总共有这么几个 狼牙哥 独酒哥 小丑 农民三人组 军乐队 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幕后黑手 以及骑士 各种各样的死法 非常的丰富 当然 把他们识破 并且偷走 配合上这个音效 莫名的有些解压 这里要提一下农民团 在识破他们之后 他们被拖走的人数 似乎是随机的 拖走之后 他们还会继续动手 非常的执着 在我们成为国王之后 即使能完全识破刺客 也并不是一劳永逸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的主角会慢慢苍老 直到最后突发恶极 为了应对身体的衰老 我们可以等待独酒哥的出现 他似乎是有一定几率 为我们提供长生不老药 当然 还有一个忠实的仆人 他会直接给我们好药 喝完之后 我们就不会变老了 狗到最后 就可以完成登机 而如果我们在篡位之后 被小丑干掉 则会触发这样的结局 一个大臣正在厕所里面万捡呢 却被小丑丢来的王冠给砸死了 这个王冠还真不是那么好拿的 而如果我们的身后 出现了这位 大哥 看这个服饰 应该是个大哥吧 我们就会被他紧紧抱住 没想到啊 我就这么过上了老公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这俩小孩也真是随我俩呀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结局了 以上呢 就是三个原版的结局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两个新的结局 如果我们被农民三人组得手 刺杀成功 则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农民起义了 翻身做了主人 我的城堡被暴民们燃烧殆尽 王国直接毁于一旦 而如果我们被骑士刺杀成功 骑士就会成为国王 这个造型跟扑克牌的King非常相似 之后我们一路违行 不要刺杀他 就可以进入骑士的结局 阳光普照大地 我直接化为了灰烬 底下也是万民景仰 包括之前 被王冠砸死的大便大臣 也是赫然在列 看起来他对骑士当国王 也是非常的满意呀 以上呢 就是这款游戏的五个结局了 不得不说 非常的欢乐 恐怖游戏玩多了 玩完这些经典怀旧游戏 也是真不错呢 轻松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 我以后呢 也可以加大力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